美军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已经要求25国和地区参加 其中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等国 主要演练反潜演习、海上拦截和实弹射击演习 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每年都要举行大量演习 包括单军种、多兵种、两国联合演习和多国联合演习等 涉及美国太平洋空军、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以及邀请的各国军队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讲说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联合海军部队共同努力保护海上航线的生存 和穿越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 进行包括反潜、海上拦截、海上侦搜、海上爆炸物处理、海上机动作战 潜水打捞、扫雷、导弹打靶、火炮射击、鱼雷、实弹射击 反水面战和侦查搜索等等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联合作战 多国多兵种联合协同作战 印尼就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 购入了十余艘1000多吨与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 新加坡军舰也是美国欧洲标准 菲律宾和越南由美国建造的3000吨级汉密尔顿级巡逻舰 通信和指挥系统方便进行连接 都可以与美军配合起来 这些东南亚国家都是轻型护卫舰、海警巡逻舰 基本不具备多少反潜、反舰和扫雷能力 主要将会进行海上拦截、火炮射击、潜水打捞等项目 但是实事求是说 美国就算对越南进行海警培训 作用也不会很大 现代海警船要求具备情报收集能力 要可以与海空军进行配合协同 也可以与海空军侦查监控系统进行立体化配合协同 要有先进雷达系统、数据链和卫星通信系统 端位大、续航力强、速度快、抗防撞能力超强 舰载武器威力大 可以起降各种直升机 可以操作登陆艇 舰上还配备有相关的低烈度武器 取证设置、监控设置、执法设施、通信设施等 C4、ISR、无人机这些高端货一样也不会上 对空、对海、搜索雷达等电子设备 均要达到中型护卫舰的标准 越南等国那些老旧小舰 其实再怎么练也就是那样了 基本等于年龄又大、体重又轻 数量还没有优势的拳击手 去打职业重量级比赛一样 再怎么练也就是那样了 说直接点 1000吨海警舰 再怎么训练也撞不过万吨级海警舰 那么美军会不会利用环台平洋军演 对二号目标委内瑞拉突然开战呢 分析看来不太会 毕竟演习地点在夏威夷 距离委内瑞拉太远了 而且美军现在这个经济形势 也不会轻易大打出手 美军就是动手 也要如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一样 花钱收买对方主要将领 现在看起来 美军在伊朗、在委内瑞拉收买行动都没有成功 在对方均力保持完整的情况下 发动进攻很容易达成僵持战 也就是发射几百枚导弹不解决问题 只能摧毁几个机场雷达站 进行地面登陆吧 美军又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和军费 因此美军不太可能借着演习突然开战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